老板你好 你好 我手上应该50万的货能收吗 50万是吧 50万能收 50万能收 老纸币 老纸币 对对对 这这么新啊 这个 这来历很大 来历 这是买的吗 前两天打开在老家建房子 在挖地医师 可能在老一边里 藏着罐子里面 藏罐子里面 有个罐子 玻璃罐子是吧 对对对 玻璃罐子 我看一个老钱 我听说打听一下 挺值钱的 挺值钱 这差不多这个 能卖多少钱 50万是吧 对对 50万我给你瞅一点吧 顾完价顾完价在那看嘛 是吧 行 这个是二板币啊 这个叫 五三年的宝塔山 两块的吗 这个两块的 这一张能给你两万块钱 这一张给你两万 两万那行 可以吧 行 这个叫宝塔山两元 还有这个五块 五块给你三万 三万五 三万多 对这个五块给你三万多 因为它是这个面值不能按面值来算 这个两块的现在也就是两万块钱 是 是不是 这个是三万五 三万五行吗 可以行 50万 50万 你这个是人家跟您过完价了 对 估过价了 估过价了 50万左右 是吧 差不多 对 这个五万能给你一个12万 12万一张 这个是一板的 这是一板币 对 这是一板币 50年的 50年的 挺之前的 这是12万 12万一张 对吧 这12万一张 行 然后这个是50元的驴子与矿车 这个就50元 你别看50元 它不少之前的 这个能给你一个6万 6万块钱 对 因为这个少 量少 量少 特别少 因为像一板币当中 一板币当中 这个面值上面 这个红色的 它都比较贵 是 行 行吗 这几张 我看这个都是二板的了 这个两脚的值钱吗 两脚的值钱 两脚的给你8000 这个叫火车头两脚 这一张都8000了 对 这一张给你8000 那我下来更值钱了 你这个品项特别好 你这个保存的好 老的人家保存的好 应该 这个罐子 这个应该 这个应该是整过了 平平的 还有这个黑色一元 黑色一元值不了多少钱 先给您说 这张多少钱 黑色一元给你6000 给你6000 这张给你6000 两毛的东吗 没有没有 两毛的少 两毛的硬实的少 你想一下 咱们当时那个使用的面值 都是想要整这个大的 是不是 红衣呢 红色的就贵 就咱这个面值里面 就咱这个使用的纸币里面 这个红色都贵 红色的这个就是比较少 这张能够上万吗 肯定上万 这个给你3万6 3万多 这个3万6 可以吧 可以翻了多少币 那行 5块的就不值钱了 5块的不值钱 5块的黄5 你这个普通的 这是普通的 这不是一样吗 给我3万5 不得了吗 不行不行 那是红色的 这是这是黄色的 面的 这个给你1万2 1万多 那这个1万多 好吧 这张呢 这张贵 3块的没有价 3块的 啊 这个景岗山龙远口 547 号码好 多少钱啊 这给你15万 15万一张 对 这一张给你15万 你看行吗 那行 啊 差不多 这个50万 肯定是有了 差不多差不多 五六十万嘛 他之前那一家 给您报的价格 也是差不多 对对对 也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能收是吧 你能出货 就能给您收了 可以 我要卖货 肯定要成一倍 那行 那我给你 你要出货的话 我就给你列个单子 然后我给你转账 行吗 行行 可以 行 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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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